今年立法院通過醫師法修法附帶決議 引發薄薄牙醫入關爭議 衝擊國內牙醫產業 讓牙醫被擊的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埃批沒把關好 保障本土牙醫師的大門 民進黨立委管兵林 拿出當時的附帶決議提案 強調提案簽成 當初就是有國民黨的總召曾民宗提案 而且還是所有提案中 唯一有拘束力的提案 點名曾民宗就是大開後門的人 而曾民宗也跳出來替自己喊员 附帶決議曝光在上面簽名連署的人 都被質疑是幫波波一開大門的人 歐美的入學學籍 因為他已經錄取了 可是他開學可能是在明年的春天 所以這個只有今年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說 這附帶決議應該要讓他方便 強調自己是為了學之問題 才會連署簽名 至於到底是誰開了後門 曾民宗蔡壁如兩人都不約而同 將矛頭指向民進黨立委 因為攤開七項附帶決議內容其中一到五點都是由民進黨立委提案 內容涉及國外牙醫的學歷採認以及疏解實習排隊情況 另外兩點則是關於外國牙醫學歷認可的落日條款 那至於有提著附帶決議 我還是強調我是反對的 選戰進入最後一個月 波波牙醫針一直攻陳時中的本命區 讓台北市選戰再天變數 華視新聞另外與劉未成 泰寶島 嗨 我是盈桐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